有東方諾貝爾獎之稱的唐獎 15號在故宮舉行歡迎酒會 行政院長江儀化和台北市長郝龍斌 請臨現場 歡迎五位唐獎得主來臺 這個意義的唐獎是改善的 因為是鼓勵人們 意識到他們的能力 並且展示他們的能力 例如法律師 知識者 知識者 可以給人家的社會 五個唐獎獎獎 是在科學 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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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希望你會成為一種傳統 和祝賞 讓所有台北市民 期待在台北的每個年代 首屆唐獎得獎者 包括永續發展獎得主 挪威前總理布倫特蘭 升級藝術獎得主 美國學者愛麗森 和日本學者本書佑 是學家余英時榮獲和學獎 南非人權鬥士薩克斯 則獲頒法治獎 主辦單位唐獎基金會 規劃一系列唐獎週活動 包括展覽 音樂會和演講 為唐獎聖會炒熱氣氛 本基金會今晚為唐獎得獎人 及各位貴賓精心規劃了一場 首次結合音樂與文化的故宮之禮 希望大家能夠輕鬆共享 唐獎十八號舉行頒獎典禮 主辦單位將安排五位唐獎得主 舉辦演講 分享專業領域的成就 同時也安排他們進入校園 舉辦大師座談 與更多民眾互動 希望讓唐獎得主更認識台灣 也讓更多台灣民眾認識唐獎 中央世界的蔡玉婷 王毅文 台北採訪報導